为我们公布2016年唐奖汉学奖的得主 有请你认识 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朋友 我很荣幸在这里宣布 唐奖第二届汉学奖 得奖人为迪百瑞教授 2016年唐奖汉学奖 包发给美国哥鲁比亚大学荣退教授迪百瑞 表彰他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做的贡献 迪百瑞教授 70年来的学士生涯中 编写过将近三十册书 其中有许多部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与影响 对儒家思想没有同心的理解与厂阳 也不发誠诚的批评 供在国际儒学的研究 可谓一代汉学具毙 我要恭贺迪百瑞教授 这次的汉学奖 恭喜 谢谢 谢谢 李总召集人 接下来有请中年院王德卫院士 为我们介绍得奖人以及得奖室友 前辈以及在座的女士先生 那么今天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介绍迪百瑞教授 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那么迪百瑞教授生于1919年 现在已经是97岁的高龄 那么在过去70年里面呢 他不知不倦地 在不断地推动国际儒学的认知教学 以传部 我想在这一点上呢 他的贡献可以分作四个方面来说明 那么第一点呢 从1950年代的初期 李百瑞教授呢 从晚明的又一代的儒学知识分子 像是黄宗熙 他们的政治思想 以及他们的个人的生活里面呢 重新体认儒家在中国传统里 远远流长的意义 那么同时呢 在理论上呢 他也致力于将宋代以来的 成诸的道学和明星以来的新学呢 那么再次的融合 并且做出批判性的思考 那么在他的研究范围里呢 他特别强调 儒学除了我们正统所认知的 各种各样的中校仁爱礼仪 等等的这些传统学术的重新思考之外呢 也对于什么是个人 什么是自由 这一类具有前瞻性的话题呢 再次展开他个人的真知灼见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除了他个人的著作之外呢 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 他也主持了一个相当庞大的 东亚人文研究以及翻译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有超过150本的专论呢 那么在过去50年陆续的问世 所以谈到这个儒学的推动 尤其在广义的东亚儒学的推动呢 我想李百瑞先生的贡献 应该是首屈一指 那么第二点呢 他的重要贡献在于 将传统的儒学 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呢 再次做出连锁 以及更深入的思考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尤其是对于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 民主化的推动过程里 儒学所代表的一种精神资源 以及儒学所可能产生的 各种各样认知上的局限 那么他都做出同情的理解 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尤其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面 那么面对庞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各样的运动 以及风暴呢 那么李百瑞先生呢 坚守他对于儒学的认知呢 尤其在七零和八零年代呢 这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性的作用 那么即使到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之间呢 他对于儒学以及民主与科学 这样一个观点的再认知呢 不断地提醒那么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 他们的注意和那么再一步的研究 那么第三点呢 我觉得李百瑞教授重要的贡献 在于介绍中国以及东亚儒学 与全世界不同的思想体系 以及各种不一样的文明情境之间的相互对话 那么坏句话说 他个人以为在目前的国际的 这样的一个快速交流的情况之下呢 儒学的推动不再仅是于 对于中国传统的再次的肯定 或是批判或是反思 那么儒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 他提出了并且侦测了 那么西方各种不同人文领域呢 所可能欠缺的 所可能可以提出对话的 种种的问题以及空间 那么更进一步 他将这样的东西对话呢 扩展到全球对话的一个领域里面 那么最近这十年 他对于中国的儒学 以及印度的文明之间的 那么再一次的研究以及探讨 我想在这一点上呢 那么不愧是作为一个 在新的世纪里面 全球化的重新思考 人文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 那么尤其对于当代的各种话题 包括了人权的问题 包括了公民社会的问题 包括了环境的问题等等呢 他都企图从他个人的研究的方向呢 提出新的思考的问题 以及可能的解决方针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迪百瑞教授呢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面 汉学领域里 不只是中国的儒学 或者是东亚的儒学 他的教和学的方面呢 不断地有他个人的这个努力 以及再一次的日新又新的 这样一种进取的动力 我想在这一点上呢 他不只是传播儒学 那么也个人身子体验 或者是见证了儒学 他是知行合一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的典范 那么尤其是在教学相长 这个部分呢 他特别强调 作为一个儒学的从业者 他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者 或者是知识分子 同时呢 他也真正的身体力行了 作为儒家的君子 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格体现的 这样的一种道德 以及学问上双重的表征 那么我个人呢 在1990年代呢 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 服务了15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验里面呢 那么我曾经追随迪百瑞先生呢 那么参与了他庞大的 这个东亚的所谓 Court Curriculum 就是核心课程的设计以及教学 那么甚至曾经有机会呢 和他一起呢 担任这个教学的任务 那么他强调的这个教学的过程 应该是一个儒家式的 一个论语里面的这个老师和学生呢 不断相互对话的过程 甚至老师之间的一个相互对话的过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和学的经验里 我真正的体会到了 一位非华裔的一位学者 对中国传统知识的热忱 他的信念 以及他这个友情的批判的一种精神 所以在这里呢 我特别觉得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 向我所崇敬的一位前辈呢 来致敬 同时我们个人也深深地觉得 这一次唐奖呢 那么以李白瑞先生 作为汉学研究的得奖人呢 应该是实至名归的一个决定 那么这不只是李白瑞先生 个人的荣誉 也是我们所有参与唐奖这一次 那么宁选 以及推荐的所有的这个参与者 至高无上的荣誉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谢谢王德威认识 从专业从学术 还有个人的经验出发 为我们介绍 唐奖汉学奖的得主 李白瑞教授 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原因呢 就是我可能是 李白瑞教授最老的学生 1951年 我到美国不久 考进了科隆比亚大学 大一的时候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去听了一门课 那个时候 李白瑞还没有念完他的博士 但是他是在讲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离开中国很早 所以对中国文化知道的很少 我就去听了 不但听了 并且非常非常着迷 这一方面 虽然后来我自己的发展 靠生命科学方面去了 可是李白瑞老师的书 我还是经常去翻 尤其是他有一本书叫 Sour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我觉得这个全世界都能够好好的认真地读这本书 那么几年前呢 他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Great Conversation Humanities for the World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学者 所以我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参加 这次这个会 谢谢黄瑞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研究中国的外国人 基本是从外国人的观点出发 对我讲来 Devary最伟大的地方 他是研究中国的学术 用中国的本体的文化来研究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应当能做 可是他那个时候是少数的 现在呢 我觉得几十年之后 很明显的 他的看法 他的做法 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唐奖 挑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选 谢谢 非常荣幸 参加这个 Provide Deverry Provide Deverry 获得唐奖 汉学奖的这个 Census 该讲的话很多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一个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Deverry教授的贡献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了现在 他写了多书 一直自私不倦的努力 教书 写东西 开会 我也参加过几次 他主持的会议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特别有意思的事 是下面这个 是他提出了 比较文化的一个机制 是一个Foonwork 或者一个Mathodology 这是什么呢 我稍微要用一点时间 播 不多了 大概四五分钟 大家都知道 西方的宪政民主 是从西方历史变变出来的 与西方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都非常伟大 但是没有发展出来 宪政民主 其他国家后来 学习宪政民主 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有的利用宪政民主 走向极权 非常复杂的故事 但是基本上 从发生局来讲 真正发生 产生的西方宪政民主 是西方的社会产生的 而且不是每个西方社会 产生的 主要是英语民族 未英语民族 就是英国跟苏格兰 怎么回事呢 主要的原因 我刚刚下面要讲的 都是共识 不是什么新的发现 学书界几百年研究的共识 所有的研究这方面 大家都同意 这下面的基点 我要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 其他国家 没有像西方历史的 中古时代 中古是从 罗马帝国演变出来的 罗马帝国法材 又有什么样 演变出来的 中古时代有什么特色呢 当然很多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权力 就是权力 POWER BREAD POWER 分散到已经没办法集中了 没有办法 集中成帝国 是什么 专制 都已经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中古 整个文明的 服务已经崩溃了 都分散到各个 非常小的光族 各方面 因为中古后面的背景 是中古的法制的关系 换句话说 在历史的条件上 西方的中古 尤其是英语民族中古 没有一个人 有客观的条件 使他变成一个大独裁家 因为权力团 中古的 你们都知道 中古的经济非常非常落后 就从经济来讲 我们中国的 十一世纪的经济 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那时候是朝代制度 基本上是一个关系社会 第一 中古是西方 现代民族的 基石 基本没有中古 就不可能有西方的现代民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西方的历史当然非常复杂 但是有一点大家共同点 共同承认 就是西方有所谓政教合音 政治跟这个教会 是不能关于约的 虽然他们间关系都不大 换句话说 人间的事物有两种 一种是精神事物 一种是 世俗的事物 精神的事物 是由什么人来指导 来管理的 是由教会 不是要由政治人物 政治领教 不是 精神事物是教会 政治事物呢 事物是 比如说国防 开游动局 收税 这些世俗的事物 是由世俗的居主 世俗的领教 政治领教 才决定 所以精神的事物 跟世俗的事物 是分开的 我中国人不太容易了解 就为中国的帝王 又是管精神 又是管世俗 而且最高的正经界 是世俗跟经界 升华到最高的 是内生外亡 不是最好的 有道德的人 变成政治领教 或者说 最好的政治领教 应该管理精神事物 同时要管理 世俗事物 假如没有这两个条件 不可能产生宪政民主 我所谓宪政民主 就是对于政治权利 加以宪政 这是最低 最大的一点 在中国 没有这个制度 没有对政治权利 加以宪政 就是 监察了 什么律师的形式上 实际上没发生 什么作用 至少在法治方面上 没有这个作用 在这种条件之下 中国为什么有产生了 像黄公西的 对于权力制衡的观点 就确定在怀文 就权力要加以制衡 不能让他自己弄自己 自己发展自己 这个观点 在西方牧师 自然发生的 因为政治权利本身 定义上就是被限制 因为它属于一个范围 不是属于其他道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居然能产生 对权力限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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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最主要的是 因为没有产生法治的基础 所以从道德上进行 不太因为成功 但是黄公西不单是对道德的主面记录 而且是从制度上记录 例如他特别强调宰性的权利 例如他特别强调 学校理论的影响 换句话说 特别外星人发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范畴 就是 简单说就是 中国没有西方的条件 但是又产生了类似西方的思想 特别叫做自由的倾向 那么这种又像类似西方的思想 又没有西方的条件 是一个大问题 就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它发展比较对话 就比较研究 这几个文明对话 是很有意思的事 是非常有成果的事 我举个例子来讲 西方产生了现正民主 西方产生了这个 教会跟这个 国家的这个 相反的 相分别的东西 但是呢 西方本时又串上了问题 西方产生了问题呢 因为西方的现正民主 建立在所谓负面的自由 就是消费自由上 就是在法治条件之下 你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 法治保障你 法治保障你 你自己有这个空间 别人不能进来 别人不能进来 别人犯法了 政府也不能进来 但是这个空间 有了现正民主才能产生 这个空间产生以后 有什么 好不好 非常非常好 因为要不然都是口号 真正的法律 保障你 不受国家的侵害 国家侵害 你怎么办 法院 就对付国家 就处罚国家的官员 所以 法院 有一个绝对的权力 来完成法治的任务 这个非常好 但是现在西方 这个 出面的民主 又产生了极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教绩民主 就是这个法治里 保障中间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做人呢 你要根据 修养 根据各种教育做人 但是又是你自己的空间 你自己爱怎么做怎么做 又要根据修养 所以根据教育 根据修养 怎么来根据呢 怎么来根据呢 我改了很简单 你必须根据权威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 你的权威 必须 心爱理得的权威 不是 你自己 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威 所以这种处杂的关系 在西方 出现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 随着你自己 有空间 而不给你 很好的教育 不给你 很好的条件 为什么不给你很好的条件 因为 教育 在西方的根本 是由教会来带领的 那么 自己有自己空间以后 教会的 教会自然就衰弱了 这些西方的问题 跟中国的问题 怎么研究呢 和特尔先生 发展出 几十年 知识多月 发展出一个 非常好的 framework 来彼此对话 所以他的对话 不是口号 不是说 大家的 nice 彼此都尊重 不是这些 他是真材实学 真正产生一个 世界 眼光的 互相互动的一个 方法论 谢谢 老师感谢李医生 我想 我只有两点可以补充 一点是从 这个学术的推动者 来了解 李百瑞 这个 Diberry教授的贡献 另外一点是 他的学术的 这个 思想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 那我会比较强调 他为什么会突出 受到重视 我想对 我们在这个 学术界里面 不法看到 在学术成就上面 非常杰出的学者 但是呢 当做一个学术行政 学术推动者 是有时候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Diberry 在这近六十几年 他对这个 儒家思想的 阐释呢 然后让儒家思想 受到这个 国际汉学界的重视 功不可默 那他 他 据有所知 他是一个虔诚的 天主教徒 所以他对儒家思想 是会产生兴趣 可能有其脉络所循 那他也翻译了很多的 经典的作品 那刚才 也有人提过 就是他的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就是近四十年来呢 最受欢迎的一个 了解中国文化 一个教科书 它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那这些东西呢 让Diberry能够领导 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思想 有兴趣的学者跟学生 那我们知道 在Diberry之前 这个对中国的研究 主要集中是在 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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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要当然是由 这个 John Fairbank 就是费圣经 带头 那这里面呢 他主要是 强调一种 对西方的反应 那在英文 我们都讲说 The response to the waste 这是主宰了西方 二十世纪中期 很大的一种想法 但是就是因为 李百瑞的努力呢 把这个做了一个典范的转移 那开始对这个中国文化 做一种内部文化同情的了解 那总而言之 大概他的这个在学术的运动 跟提倡 他的贡献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他的学术呢 有什么特殊点呢 因为在以前呢 刚才我所讲过 这个对西里的反应 西方这个强权的反应 大部分都着重在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这一方面 但是李百瑞 他就注意到 必须要从中国文化内部去理解 而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指数 就是儒家的思想 然后呢 他又把他这个焦点更明确 集中在宋明里学到清朝的中起 那这一方面他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我们不要忘记 还一位先生跟他是 攜手合作无间的一个教授 他也是前部的这个中安院认识 陈隆杰先生 他们曾经攜手合作几十年 做了很大的翻译 组织了很多国际大型的国际会议 这个在推动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每一次国际会完 第一个他选的人都是一时之选 都是代表每一个思想脉络 每一个立体重要的人物 所以他每一次大型的这个国际会议以后 都有很好的论文集产出 而这些论文集呢 例如我举个例子 叫做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Mean Soul 明代的自我与思想 那像这些论文集非常的多 而这每一个论文集呢 都能够带领那个领域的 带动那个领域的研究 而且这里面所发表文章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文章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人力的一个学者 同时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组织家 他本人的自学非常的严谨 例如我举一个很小的历史 大家马上可以了解 他在1953年他的论文是 被黄中西名移代访录的访问 那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取一本书 或者史书里面证实了哪一个字做翻译 前面再写一个很长的导演 这个Introduction 这个导论 这个导论是非常重要 这个导论常常就是孕育了 这个研究者本身的精师俗解 但是呢 什么时候李百瑞教授才出版 他的这个名移代访录的翻译呢 1993年 时隔四十年之久 那在这四十年之间呢 他不断的去修改 不断的去增进 他对黄中西的这个名移代访录的了解 另一方面他能够跳出一个专家学者的苛究 例如说我们研究一个思想 尤其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内部的学者 常常说我研究宋明理学 就现在宋明理学 或者明代理学长 但是呢 他能够跳出这个思域的限制 例如他把这个儒价思想 他可以延伸到对韩国日本越南 他是把它看作一个东亚文化共同的现象 所以又可以造成这种文化传播 跟互动的一个观察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他也是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从事跟其他文明做一个对话 比如说甚至跟其他的宗教 比如佛教 或者其他的宗教 而且对现代文明的一些特质 的现代性 也做一些梳理 比如说 刚才林老师已经提过了 比如说 Human Rights 人权 Liberalism 个人主义 他还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就是在晚近我的观察 他不只能够回应当时西方近代性的一些特色 能跟中国文化之间做一个 比较创造性的对话 他的对话是与时俱进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 在晚近一二十年 在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 一个现象 就是Communitarian 就是社群主义 我们知道他早期在1970年 他最重要是想去找出中国文化 有没有可能像自由主义 这种植树在里面 当然他不是盲目了来推崇中国文化 他有他批判的观点 但是你看在晚近这一二十年 西方哲学一个主流的讨论 是社群主义 来修正个人主义的不足 他马上就把这个儒家的思想带进来 因为儒家思想有很强烈 而丰富的社群主义的色彩 所以这个可以提供 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可以对西方的主流的文化 做一个积极而有创造性的回应 那这些都是零零种种 都是一百位在做一个学者 他有很大的独特性 那我大概暂时就是报告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